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美吧 美单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你这个旗袍有袁老师设计的 对不对 当天你女儿结婚的时候你就要穿这件 是的 这旗袍好美哦 真的很漂亮 而且它那个红的好漂亮 而且袁阿姨的发色 没错 真是绝配 真的是漂亮耶 加上这手拿包 而且那口红的颜色呢 可以吗这样 可以 配得到吗 对了 衣服完全有修饰到阿姨的身形 对 而且其实这一件是不是袁老师有特地为了你这边 因为你有点拖背 对 特别设计的对不对 对 可是我现在好了 我因为那个医生帮我开刀 开好了 对 所以那其实也是一个生死关头 对不对 对 非常 我那个开完应该很痛苦吧 当然 千辛万苦 没关系 不过走过来了 都熬过来了 今天我们变漂亮了 是的 刚刚我很紧张 她一直在帮她刷睫毛啊什么 结果现在看 秋秋今天表现不错 你眉毛刷了真的很漂亮 那眉毛呢 眉毛比较有一点问题 对 一边比较深 一边比较浅 一边短 一边长 罗阿姨给我们看一下你的妆的部分 哇塞 怎么样 罗阿姨笑瞧九威 好可爱 对 很漂亮 罗阿姨有开心吗 开心 对 谢谢 哇塞 今天当然除了罗阿姨之外呢 刚才还有一位非常有气质的李阿姨 也准备好咯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李阿姨出场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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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个很大方大戒 到这边李阿姨好像女企业家 真的 太好爱 阿姨真的是女企业家代表 今天两位其实里面都是穿红色的 对 然后李阿姨整个 我发现了 志愿有帮你们画挺进去的 头发盘起来 头发的 不要像凡尔赛玫瑰不是更高贵吧 对 对 所以呢 今天这两位是完全完全截然不同的style 可是李阿姨这边呢 我觉得今天佩俊她也有把李阿姨的优点表现出来 尤其是我蛮意外 她帮李阿姨画一个紫色的眼影 一般人画紫色眼影都会很俗艳 可是这紫色眼影画在李阿姨眼睛上刚刚好 要配到这个红色的口红 非常合理 罐子千红很漂亮 她的眼睛非常大 双眼皮很宽 很少有到了妈妈这个年纪 还有这么宽的双眼皮 是 所以她的眼睛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觉得佩俊今天可能是被她的眼睛的条件 所影响到才敢那么用紫色 重点是阿姨有气质 对 阿姨真的还蛮有气质 穿上真的好像女企业家 是的 两位呢 今天改造的都非常的成功 那当然呢 不好意思 阿姨们 我们要先在旁边休息一下 因为我们还有个评分的动作 因为呢 今天两队帮你们改造 有一队获胜的话 你们其中一个就会变成我们脸书官网的 看板人物呢 你们就代表我们的节目哦 好不好 那当然呢 第一个人我们要先评的就是 妆的部分 有请 秋秋上是赢了一次 赢的感觉如何 爽 对 希望可以继续下去了 好不好 来 评审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 评审们一二三请举牌 好 平手秋秋佩君老师 所以是 诶 平手 平手 平手的原因是什么呢 好 那我讲 因为我投平手嘛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今天两位彩妆大师 都把这个两位妈妈的重点掌握得很好 但是双方都有一点点小瑕疵 所以我认为给平手比较公平 比如说像这个罗阿姨这边 秋秋是缺点是在那个眉毛 那李阿姨那边呢 她的缺点是在于 我觉得佩军配色配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脸上的那个光彩 那个亮度还不够 有一点点看出来 是用粉底硬压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还可以再更棒一点 所以我给平手 那谢谢你们两位 我今天非常满意自己化的妆 因为我觉得把罗妈妈 整个气质都衬托出来了 非常好 赞 我觉得今天两个妈妈 都很有气质 然后我们都把它用得很漂亮 然后希望妈妈她们都很高兴 好 接下来呢 要平的呢 就是发型的部分 好 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请举牌 痛痛志远老师 恭喜痛 我得说啊 志远老师 你都碰出又回来了 又踩到你了 没关系啦 我觉得今天你的也不错 至少你刚刚有把他听话塞进去 有关系今天不是输人的问题 是妈妈真伟大 真的 好 为了 太漂亮了 不过我有话要说 头给Tone是有原因的 我可以请罗阿姨稍微 后面给我们的那个机器看一下吗 来 我要请大家看一下 Tone把这个银色的头发的法丝 一条一条输得真漂亮 这个头后面比前面还漂亮 它整个是有渐层的 对 所以我今天给他头分的标准 连侧面都真的是线条抓得非常漂亮 因为你可不可以知道 有颜色的头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可是像这样子的发色 你要把它输出来 而且今天也时间很赶 也没有修剪 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其他的加工 然后把这个头能输得很漂亮 功夫好 那但是你投给志远老师 投给志远的原因是说 志远它可以 因为我刚刚开始看那个李阿姨的时候 她头发是很稀疏的 她可以把它做得像这样子 就是有蓬松感又有贵气 真的也是花了点功夫 其实你看李阿姨的那个侧面的弧度 也非常的漂亮 对 她梳得很美 其实也是很漂亮 一整个就是女企业家 真的 你就是很成功的女企业家 对 所以我投给她的原因在这里 好的 所以志远也不要气馁了好不好 好啦 谢谢两位 谢谢罗阿姨的白发 本身她条件就已经非常好 让我加分很多 其实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李阿姨的头发 我觉得造型前造型后 真的差蛮多的 那最后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服装评比啦 有请两位老师 好 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请举牌 阿琪老师 梁俊老师 阿琪老师 恭喜阿琪老师 怎么说怎么说 我会投李阿姨这一票 是因为罗阿姨这一个服装 说真的材质也好什么好 通通都是上上之血 那我会投李阿姨这票 是因为它可以把一件 里面是断面 完全没有特色的衣服 去搭这个外套 然后它 各位可以看到 它是里面的比较长 外面的比较短 对 我喜欢这样子搭配 这种的搭配 在有一点中年以上的妇女来穿 可以穿出她的气质 所以我今天会选这样 了解 好的 那请问一下 为何会投给梁俊老师呢 因为这个罗阿姨她本身 她的身型 就是说她因为骨骼的关系 所以她开过刀 其实她的身型 是很多地方 通通都不平均的 不管是正面也好 侧面也好 但是她今天这个服装 所以选的这个型 配合她的身型 她完全把那些全部都修饰掉 而且你要知道 像一般穿这个旗袍呢 多半都是会有腰身的 所以很多人的迷思呢 都觉得说 不敢穿旗袍 是因为说旗袍呢 都会把我们的体型呢 全部都 对 可是呢 罗阿姨这个就完全没有 而且反而把她的身型呢 全部都修饰掉 所以看起来 所以我就觉得说 她这个选择真的是很棒 所以我选梁俊 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对方真的不杀 但是我也不赖哦 那么呢 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 袁老师进来 好不好 对啊 你们看到她穿这样 穿着你设计的旗袍 她这个完全是以料子取胜 她这个意大利的刺绣 它不是用白胚去染的 它是直接就是用红的绣花线 去绣的 那我们的衣服呢 通常都是单品 因为我不希望说 这个衣服 每个人都穿在上 那就变成 有点像成衣了 而且要不同的人 不同的体型 做不同的设计 而且我觉得 我们上了年纪的妈妈 尤其在这种喜宴的时候 一定要慰绕自己 她是很舍不得的 她说 哇 这件衣服要这么贵 我说 琼姿 你一定要舍得花这个切 为什么 慰绕自己 而且你以后才不会后悔 这样女儿只有一次机会 对 对不对 但是我想要请问一下 因为像我们自己也有些场合 需要穿到这些旗袍 像刚刚石老师也有想要 穿这个旗袍 对不对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我们想要定制一件这样的旗袍的话 大概 就以这件来说大概 它这一件比较贵 对 它这件差不多要 可是像我这个 就要 因为它这个是设计师的绣花 它一批布下来 也许只有二三十码 可是你要知道 全国的设计师 它是分的给的 不见得你要 它就会卖给你 十几万 你一定要帮我们走个旧啊 而且它国外的料子 它是这样 它只做一批 你如果觉得你还要需要 它也不再多 它也不再多 好美哦 对 对 对 就是说 而且我们上的年龄 我是觉得说 穿一点旗袍领 可以遮遮丑 要不然我们就有下巴 我们的脖子 就是我们的年龄 而且这个衣服 它价钱贵 你就要有很多方式的穿法 它这个也可以脱掉 搭一个长裤 也可以当作背心来穿 然后里面也可以单穿 也可以配一个长裙 其实你外面这件也可以单穿 可以啊 那绣两朵 所以如果有需要了 是不是可以上我们的这个脸书 或是官方网站 留个言给袁阿姨 袁阿姨 还不一定有空帮你做 袁阿姨很忙的 我告诉你 谢谢 真的非常的成功 那当然最后也要请我们的两位 来到正中间 来 帮我们一起漂亮个走个绣好吗 好 有请 好美哦 我这上年纪就是要这样装扮 要一件 哦 哦 六 哎呦 继续跳 你还小跳舞啦 继续啦 好呢 恭喜两位今天改造的都非常成功 那因为今天平手的关系 所以两位都可以一起当我们的看板人物啊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也谢谢袁阿姨 也谢谢我们的喜大帆兄弟姐妹 那么坚强的团队 打造出今天两位非常漂亮的小公主 你们也可以成为像她们这样 圆自己的梦 辛苦了一辈子呢 求的就是这一颗对不对 漂漂亮亮的 袁阿姨要嫁女儿 一生的辛劳都可以放下 对不对 李阿姨呢 穿这样子可以成为 很成功的企业家女性 好不好 穿这样去喝下午茶 好不好 我要去喝 好了 那谢谢两位 谢谢所有的朋友 我跟你讲 今天这一集呢 已经很多故事了 对不对 下一集呢 有更多的故事 什么样的故事呢 罗阿姨要嫁女儿 那一对新人 即将要来到我们的现场 罗阿姨 我真的迫不及待 要跟她们见面了 有你这么开朗的妈妈 我相信你女儿 也一定非常的优秀 是 所以我们下一集 就要来跟她见面了 谢谢 好 那我们也当场 会来恭喜她了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呢 还有更多的养生料理 等着我们 大家在吃这个菜的时候 它不是那么 不用那么的细 你只要没事呢 在家里这样做 就行了 谁没事会在家里这样做 对 因为你也是一个运动 老公会害怕吧 也是一个运动